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我们进兵 黑防外马踹鞠 在双炮打鞠 攻击底箱 我们就上马 因为黑防的炮不敢离开夏二县 这边有沙 所以把马跳出来 解这个沃头的威胁 我们就禁鞠 这个禁鞠是余洪木大师的首创 那黑防一看打着鞠呢 你竟然不管 我还客气什么 对吧 如果黑防打鞠 红防进马一握 再兆头一棒子 那黑防可能都笑了 我平炮就可以了 对吧 你杀不透啊 但是 这个地方红防直接就砍了 黑防没有选择 然后平炮一降 再降 下面只能电炮 然后就没有了 好 咱们回到节点 那鞠就在泡苦 不能吃 怎么办 哎 退马 这样你握不了草 是吧 又不敢杀马 鞠丢了 怎么办呢 平居 那这样不就白丢一个大字吗 是吧 红防直接砍炮 得回来 交换一户 交换一户 扶 砍相 捉霜 这个地方 黑防肯定不能进相 是吧 这个你一杀 还是捉霜 如果杀兵的话 退居 就捉死嘛 所以这个地方 黑防也只好是马七进六 因为这样你不敢杀相 一打 你抽了 黑防这子力都是安全的 我们就浸泡 下面直接拱 黑防如果进相杀兵 就入国 我们直接就上马 这个马无根 也不能保 是吧 那也只好干掉 浸泡一打 不管黑防的势到哪边去 都是重泡 杀棋 好 咱们再回到节点 那这个地方 杀肯定不行 如果用马杀呢 平炮 要杀 再平炮 还是要杀 就把势给破了 所以这个地方 黑防肯定要来个响 不能给红防当炮价 是吧 然后 再退马杀兵 红防就退居 就要来扫足 这个足肯定不能保 因为进了兵 这个更麻烦 这个马是弱点 然后把马盘出来 黑防进攻是没有希望的 肯定想消掉这个中炮 那我们就别住马腿 再来小龙炮 我们就再别马腿 黑防不敢杀炮 因为你一进马 这个鞠回不来了 就等死 鞠被吊在底线 就太麻烦了 咱们可能 会感觉 黑防的走法太软了 确实没有好极客走 黑防是硬不起来了 那现在都要杀齐了 这个没办法了 那现在都要杀齐了 这个没办法了 好 拜拜 拜拜